旭藤公司董事長郭炳元 親自示範用多功能智慧吸盤 利用真空原理 直接緊緊的吸附在鋼梁上 簡簡單單就能夠承重 一位80公斤重的人 這項發明也獲得多個國家的專利 所以不用擔心 它本身呢 雖然它是鏽 它可以拉80公斤 事實上它可以拉100多公斤 它可以讓它人吸不住嗎 這個一次要充電多久 可以用多久 這個像你充一次電的話 一般的話 它可以用好幾天沒有問題 但是一般就好像手機一樣 你如果用完了 如果你明天要用 你就晚上炸下去充電 事實上它是充了一兩個小時就飽了 所以基本上 它不只 它不露氣的平面 石材 木頭 鋼材 玻璃 通通都能用 包括到 像那個大理石那個粗燥面 它也可以用 所以通通都可以用 通常會用在哪些用途會比較多 用途很多 我剛剛講 翻玻璃啦 或者是說 你現場在安裝那個不鏽鋼板啦 大樓的一些不鏽鋼板 或者說你洗瘡機在用 那因為風太大 結果造成你那個吊籠會飛 那你就把這個吸在那個牆面上 然後把它綁在你的吊籠上面 吊籠就不會飛來飛去啊 這只是作為北台灣最大洗瘡設備製造公司 其中一小項洗瘡設備的發明和產品而已 而讓外界覺得更佩服的是位在七獨馬林的旭騰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是公司董事長郭炳源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感恩信念 每年從以前在中秋節到現在改在中原普渡期間 十多年來都會製贈生活物資以及紅包五百元到五千元不等 給七獨區包括馬西馬東馬南以及六獨四個里 大約五十戶生活家境問題不同的弱勢邊緣戶民眾 解藍莓之急 同時也分別捐贈五萬元善款 給伊甸基隆區和中華民國又上慈善協會 幫助弱勢朋友 也是把這個愛心在區獨區我們認識的這幾個里 像馬東馬西馬南還有那個伊甸 還有我們這個細紫棋來接受我們育權慈善協會的 這個愛心物資發放謝謝 郭董的愛心也獲得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以及基隆市議宵一芬隊榮譽團長林坤明和馬西里長陳美雲 馬東里長游易如馬南里長蘇晨樹花以及六獨里長于良盛的感謝和肯定 我們也呼籲當然我們人在生活的時候不一定完成是很順利 在未來的有可能的話要學習我們郭董的企業家的一些慈善精神 然後發揮我們的愛心到處就充滿了整個社會 在林坤明協助下旭騰公司也成立了基隆市旭騰育權慈善協會持續發揮企業責任做善事 而收到物資和紅包的弱勢邊緣戶 對於郭董的愛心和張耿輝議員的幫忙都有著滿滿的感激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